周凯薇最近病逝 很多传闻估计过世的原因 听闻说他一直都有红斑狼瘡症 有些人说他最后一天有疑传问题 在自己家已经开始闻氧气 大家红斑狼瘡这个病应该听得不少 但实际究竟是什么病 究竟他为什么会引起气速呢? 今天就跟大家介绍一下 红斑狼瘡这种病可以说自古已经有 最早的记载可以追溯到几元前 即是说耶稣出世几百年前都已经有记载 红斑狼瘡这个病的名字 英文叫Systemic Lupus Eryphematosus Systemic 即是说周身系统都会影响到 红斑狼瘡症 绝不是一个地方有病 或者有些人看到红斑狼瘡的人 皮肤有红疹 就以为皮肤病 其实不单只是皮肤病 会影响很多系统 第二个字Lupus Lupus是拉丁文 其实就是狼的意思 有一个13世纪的医生改名 即是说红斑狼瘡起皮肤的疹 就好像狼咬之后那种伤口发 就是那种样子 我未见过狼咬是怎样的 他这样形容可能都有些理由 Eryphematosus 即是红色斑 那红斑狼瘡这种病 影响的系统就真的相当之多 数起来的话 譬如会影响中枢神经 中枢神经就会影响 譬如容易中风 也会有机会影响认知功能 影响皮肤 通常在棉的位置 在鼻的两边 我们叫butterfly rash 就是好像个蝴蝶那样的 就是说跨过鼻梁的红疹 但不只是butterfly rash 它也可以有些叫肛敏症 即是说影响到皮肤 一遇到肛就会变得红敏感 不遇肛就没有东西 一遇到肛 暴露在阳光底下的地方 就全部都红了 有衣服遮着的就没有东西 同一时间 它也可以影响关节 令到关节发炎 影响我们的血液系统 例如影响到贫血 影响到血小板过低 也影响白血球 令到免疫力差 所以红斑狼疹的人 很容易被病菌感染到 它也可以影响心和肺 如果影响心脏的话 很容易包住心的膜 心包那里就很容易发炎 一发炎 就有一堆水 就积住在心包那里 心脏本身的肌肉 也会容易发炎 心肌发炎 也是普遍一些 肺一样 肺就容易包住肺的膜 也是很容易发炎 如果发炎的话 就是包住肺的膜 里面的空间 会积住一堆水 也是会压住肺 肺本身也会出问题 肺如果长期有红斑狼疮症 慢慢慢慢它就会变成肺 有些纤维化 同一时间血液里面 就比较容易会形成一些血块 有些很大块的血块 有些是我们叫做 Microflumbi 就是有些小小的小小的血块 偶尔会形成一些 偶尔会形成一些 长期以来 它经过心肺 然后沸上肺 就迫在肺里面的血管 慢慢令肺里面的血管 血压高 有部份人的肾脏也会受影响 神会发炎 重复重复发炎 慢慢会变成神衰竭 你都可以想象到 因为这个病可以影响这么多地方 所以病征可以相当多样化 有些人可能是皮肤病征出现 有些人可能是神出问题 因此红斑狼疮症要做一个正确的诊断 是相当考功夫 要考医生的经验 这个病的原因其实都不是很了解 不过我们知道 它也是一种叫做自我免疫系统的问题 免疫系统应该打出细菌 但不知为什么 就变成了打回自己身体的细胞组织 那红斑狼疮症的问题 估计是我们身体的细胞 不知为什么 就细胞里面那些不需要的蛋白质 正常就会清除走 那就没有问题 但红斑狼疮里面 细胞核里面的蛋白质 就不知为什么清除不了 就积聚了在细胞里头 身体就以为是外物有害的东西 就产生一些抗体 就自己打回自己的细胞 有些人听过就是说 红斑狼疮验血就可以了 都不是那么难知道 验血有那些因子的嘛 是的 红斑狼疮诊断 其中一个 criteria 就是血液里面 有一种叫Anti-New-Care Antibody 但是大家要注意 这件事情 有些人有红斑狼疮 有些人就没有 有些人有时有 有时没有 所以你就不能够用这个 单一个指标 去判定它究竟有没有红斑狼疮 通常就要做一大轮的其他测试 医学界也有一些最新的指引 比如说满足了12345 这几个 criteria 病症有多久 就为之可以诊断了 不过很不幸这些指标 经常都变的 所以就不要说普通人 其实医生要诊断这个红斑狼疮症 都是一个相当大的挑战 免疫系统就自己打自己 就会令到身体这些组织 就发炎了 因为它被攻击 攻击它要保护自己 那又是会产生一些发炎反应 去限制去减低那个破坏 重复这些发炎 有些好像 你发一次炎 然后好回 又再有多疼疙瘩 发第二次 又好回又再有多疼疙瘩 那疼疙瘩随着连日过去 即下即下 就会越来越麻烦 最终有一个地步 就比如可能那个器官 那一段地方 有多疼疙瘩到一个地步 会影响了功能 那就会出大问题 如果瘟死知道了、診斷了這種病的話 大部分人的發炎、康復、康復的過程 通常都是一陣有、一陣沒有、一陣沒有的比較多 長期來說這個病變得越來越嚴重 差不多都是不能夠避免的 我們能夠做的就是盡量令到它發 即是中間的Fair Up不要發得那麼多 或者發起上來的時候我們盡快就控制它 這個病雖然慢慢變差 但是它的速度都可以減慢 最經典醫治紅斑狼瘡病的藥就是抗藥質藥 即是說以前COVID初期的時候 有些人說那個鈦卓士Coroquin 叫做綠歸零 有些人估計它可以治到COVID 後來大的研究證明就沒有什麼效果 這種東西就可以治藥質 一百年前我們發覺是可以治紅斑狼瘡症 今天都經常會用的 差不多紅斑狼瘡症的人 每個人都在吃或者起碼試過用這種藥 原理是怎樣就不太理解 不過估計它就可以令到免疫系統沒有那麼活躍 不會自己打自己那麼厲害 另一個用了很多年的藥就是雷固醇 怎麼說都好 雷固醇如果真的病發起上來的時候 真的可以令到免疫系統冷靜下來 不要造成那麼多破壞 但是如果你劑量用得大又要用得長的話 譬如今次發得很厲害 你要吃很久的雷固醇的話 各樣雷固醇的副作用也是問題 所以如果用雷固醇用得太長 劑量太多就用另一類的藥物 另一類藥物就是各種抗癌的藥物 抗癌藥其實都可以的 不過又是有些相當大的副作用 幸好近年隨著醫學的進步 都有一些生物製劑的藥物 生物製劑的藥物相對副作用少些 又可以專門對付過度的藥物的免疫系統 這隻B字頭這隻藥物 就是最新用來醫治紅斑狼瘡的藥物 究竟為何這個紅斑狼瘡症會氣喘呢 其實我剛才都說了 主要氣喘多數都是心肺的問題 例如心臟肌肉發炎的話 症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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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症 也會容易氣喘 心脏肌肉发炎里面有很多疤痊,心脏不能血,心脏衰竭也会气喘 心胞周围发炎,它迹着泡水,有泡水压着心,心跳得不顺,又会气喘 另外就是肺,刚才我说过,因为有些血块迹着肺部的血管里面 慢慢形成一些阻力,也会容易气速 肺部长期发炎,起了颏轻绘统络,就而且会气速 另外包住肺的肺膜,如果发炎,也会放水,也会放水 değ要保 trotzdem 红斑囊泥会确定血管,就是心脏肺 feel 难以止 有心脏肺蓋的话,会遲到心脏肺脏的血管 很容易有心脏病 如果真的有心臟病,如果血管失了,又是會起速的 這個病其實都是相當得人害怕的病 偶爾又發病,又要治療 治療起上來又有很多藥物的副作用 很多時候治療又不是一種藥,又要好幾種藥 又要好一段時間,中間人容易發燒,很累 身體越來越變差 有時候覺得這個世界真的有很多問題 今天先講到這裡,多謝大家收看 如果大家喜歡這些影片,記得留言點讚訂閱 下次再見,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